这个更少了 黄色的兔被黑色的洞 这种片子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狐奇特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253集的节目 今天的话呢 放松心情的一个休假的心态 来给大家做这一款铁工厂 IFES43号的Primal Commander 这个直接翻译的话 就是原始的指挥官 原始兽指挥官 那顺口的话 直接称呼它为 还是它的原始兽指挥官吧 规避版权的关系 我们就不要称呼它了 致敬到神火金刚王的一款玩具 那我开宗名义的 直接跟各位说吧 就这一款的话呢 应该是铁工厂目前推出的 所有玩具里头呢 我个人呢 认为是最推荐的一款啊 直接是给它一个 No.1的一个名次 包装盒内部的话呢 就是保护措施还做的还可以啊 说明书呢 比较大张啊 今天说明书的话 我们就暂时不需要看它了啊 那我们就直接的话呢 今天的话呢 就一镜到底的 那给大家拍完 因为这一款玩具的啊 变形啊 把玩的话呢 并不需要特别的伤脑啊 配件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配件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一对这个替换的爪形的手 爪形的手 再安装上去 各位就明白了 以及这个是玩具的本体 还有一把大枪 这至于大枪的话呢 是可以再分解成几个部件的啊 那我们的话呢 就把所有的配件啊 全部摆在这里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啊 这是我个人的电脑桌前面啊 因为我平常工作那个桌子啊 拍影片那个桌子呢 现在堆满了太多的东西啊 所以就在这里 直接给大家做分享了啊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替换部件 给做一个简单的替换 你可以看到这个替换手的话 比较特殊啊 还是从从这个地方切开啊 在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替换的啊 那我们就直接的呢 先将这个手臂的话呢 做一个拔下来 从这个地方将它取下 然后把这个手指的话 给放上去 OK 哎 我还有 我是不是 放错手了啊 这装上去 这样子的话呢 再把这个拇指的话呢 适当的给翻出来 这样一段的话 就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手掌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手掌的话呢 就是除了是摆饰用的啊 啊 在把玩的时候呢 还是就没有办法去拿武器的啊 如果你想要让它这个手臂插腰的话 这个动作还可以 那这个另外一手的话呢 我们来展示一下呢 它的一个持武器 那它的话呢 是这里中间啊 是有一个凹槽的 凹槽的话呢 就是可以来持握武器 武器的话 从这个地方啊翻下来之后啊 它是有一个这里 就有一个凸的 那就是可以直接的把武器给握持上去 那这个握持这个孔的话呢 跟拔插的时候那个孔的话呢 呃 有点重复到啊 不过稳定性的话倒是比我想象中还来的好啊 我原本以为的话会不会拿的不太稳啊 其实这是这个是我个人多虑了啊 说了说了它就掉下来了啊 你看到没有 这个缺口是在这里 再次的呢把它给握紧好了啊 这个我今天的话呢就是尽可能的呢就一进到底把这个玩具给拍完 那边用力的给压下去 手指的话呢 再握紧一下 握紧 好 这样看一下 稳定度呢 还算可以 那这个的话呢 就姑且的话呢 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 这是一把超级的大枪 那这款玩具的关节的紧实度来说呢 并不算特别的紧 啊 铁工厂过去以往呢 非常紧的一个现象 在这款的话呢 其实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存在 那我们就前后左右看一下啊 啊原则上呢 是看不到所谓的一个什么空洞啊 偷胶的啊 后方这个小腿后面啊 整个线条都是我做出来的 人物都是很饱满的啊 大腿的后面啊 手臂的一个内侧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空洞 那这个拳头的话呢 是可以转动的啊 配合上这个大手之后啊 这个表现出来的张力还是比较强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 还有一些刻画的部分 啊 首先头雕的话呢 因为是小比例的玩具啊 做的非常小 头部的话啊 我觉得头雕是稍微有点小弱啊 主要它这个蓝色的涂装面呢 有时候觉得可是颜色太浅了 还是怎么样 觉得立体感稍稍的小弱了一点点啊 不过这个是可能我对脸部的一个啊 细节刻画是比较脆毛求疵的啊 上方的两门肩炮呢 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的 手臂三度零度的转动也是没有问题 那这个肩膀的话呢 啊 变形的需要呢 是可以上下做一个搓动的 而这款玩具呢 在人形下把玩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啊 我没有扣得很紧这个地方 这里两侧 这个不仅有个凸扣进去 这个地方的话是比较重要的啊 尽可能的呢 把这个地方呢 给扣紧一点点 把玩的时候呢 会比较舒适 那腰身也可以转动啊 强行拿开好了啊 直接换上 先都换上这个大手好了啊 这个 拿个武器是比较 长兵器在手上 比较稍微暗示了点 这样 OK 先做一个 两手都是大手的一个展示好了 那手臂的话呢 平举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这样子要稍微的拉出来一点点啊 它是有一个延伸的 过渡的一个一个关节 最后这个光稍微打的有点 从侧边打过来 这里 我看到吗 这里有个连接的一个杆子 完全打开 打平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肩膀上的这个部件的话呢 就是随着你转动的角度啊 比方说你转到这里 你还是可以把它转上面啊 或者是说你其他的一个角度 这里是一个360度转动的 那它的两侧 内外侧的造型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习惯当然是把这个 这一侧给放到外面来 腰身可以转动 那还有一个往前面 这里 有一个往前面 低的一个关节 那腿的话 可动呢 也是非常好的 前后左右踢 这里 有个很大的一个开口处啊 所以它这个 脚的一个可动 算是比较好的 接地的话呢 也是有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型的球关 脚趾的话呢 还可以往前面啊 往前面 往下面可以到这个水平 后方的这个部分呢 也是一个一个 是个上下可以动的关节 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 它站的更稳的话呢 你还可以利用后面这个部分啊 去做一个辅助 但是基本上 应该是不需要站到那么大的一个 一个空间了啊 那整个玩具的一个人形下 霸气中呢 是蛮足够的啊 这边 就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就做一个 这个手臂也是可以转动的啊 这样到这边 那么大概是哎 手边刚好没有几个 没有deluxe 大比deluxe玩具的等级呢 稍微小一点点 那我们这一期的话呢 会主要呢 会放在这个变形的这个把玩上面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来给各位示范一下 这一款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手臂的这个部分呢 先将它的话给装回去 这个 这个配件的话就是这张bonus吧 如果你没有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 好 那我们呢 首先的话呢 就从它的一个新兴的形态 来做一个开展好了啊 新兴的形态 那么呢 这个需要辅助的啊 需要到这个枪这部分 这里 这里有个解开 以及这个地方上下 可以再解开 这里 搓动一下好了 这里再把它给松开 好 那我们最需要的呢 其实是这块部件 那这块部件在变形的时候呢 在变成所星星啊 跟这个飞机的时候呢 这个部件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的变形的第一个步骤的话呢 首先我讲一下啊 这个全套的部分啊 好像合会的话呢 变成星星是摆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说明书好像是要把它给拿下来 那哪个对没关系 我们待会再做一个示范就可以了 我们第一个变形步动呢 是先把这个这个部件给翻出来 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卡扣 把它给松开 这个地方 以及这里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件 翻开之后呢 整个蓝色部件呢 整个往前面翻 翻到前面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内部 因为它是透明部件 这里 这里这里有个有个洞 这边 透明的有个洞 两侧都有 那它等一下要扣到前面来 那扣的地方呢 就是要靠这个部件来做一个辅助 那我们现在呢 先把后面这块部件 打开 头 星星的头给翻出来 然后再让这个人形下的这个头呢 给缩到内部去 这个 缩到内部来 然后再把这个部件给往上盖 那往上盖的时候呢 往上盖的时候是整个部件是要往前面推过来的 但是在那之前的话呢 就是啊 这个地方要先装上去 这里 注意了啊 这个地方 这里不是有个洞吗 这里有个洞 对不对 这个洞 这个洞呢 就是要装 这个 这块凸 那记得这两个小凸是在正前方 两个大凸在这里侧边 看到吗 就把 把这一块部件 把这一块部件 埋到两个枪的中间 那这两个枪的中间的话呢 是有这个结合的这个小型的卡扣的 从这个地方 扣下去 另外一侧的话呢 是一定要用到塑胶的韧性 一点点也并不大 好 这块部件呢 就已经结合在上方了 把它往前面盖下来 盖下来之后 你就看到这里了 就有两个凸 就是要扣这个透明部件 内侧 两边都有洞 我觉得这个变形的 这个部件的感觉是真的是蛮好的 这个部件 这里 两侧 扣起来 也就是说呢 这个星星的胸肌呢 两侧呢 互相之间没有直接结合 他们是共同扣到后面 也就是枪的这块部件这里 然后这个星星的头呢 就可以往前面 这边 这块背包 直接就往前面推过来 然后呢 从这个地方 把星星的头给推到前方 原则上呢 已经变形 差不多快完成了 手臂的话呢 给转上来 那星星的话呢 手臂呢 是要往下放下来的 脱臼状态下呢 就把它给放下来了 这里是一样 转上来之后 把这个部件 给往下面转下来 好 到这边 那星星的胳膊的话呢 应该就是这样子摆 就摆成这样 然后这两个 这个翅膀的部分呢 往两侧放 头的话呢 可以稍微往前面 抬高一点点 那再就是把这个足部呢 给做个缩短 足的缩短就非常简单了 从这个地方扣开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内侧是有一个 是一个凹槽的 那这个地方 是有个凸的 这个地方要记得 要把它给扣进去 那这个时候 扣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要靠转动这个部件 这样子 将它给扣下去 压好压进去 这边也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啊 一样 等一下这个凸呢 是要扣进 这个凹里头 将这个腿给放进去 那这一块部件 这个凸是可以 转这个角度的啊 可以转这个角度的 将它给扣进去 好的 那么呢 这个星星的话呢 还有最后一个部件 就这里 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去挂 因为你不变这里的话 其实感觉影响不大 就是这个地方呢 这里有一个黄色有个凸 黄色的一个凸 配黑色这个洞 这个更少了 黄色的凸配黑色的洞 这种片子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至少我是没有看过 至少我是没有看过的 通常都是白色的凸 对黄色的洞 或者是白色的 呃 呃 什么 我在说什么 或者是黑色的凸 对白色的洞 很少很少看到黄色的凸 对黑色的洞 几乎是没看过 这辈子还没有看过 好的 然后呢 把这个腿的话呢 就是腿 基本上腰是不用打到这么 打到这么断了 我们就把脚往前伸一点好了 好 这边 OK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星星的一个形态 那这个头的话 可以稍微抬高一点点 嗯 好 变形的过程呢 其实并不复杂 原则上就是把这个 枪的这个第三节部分 拆出来之后 然后装到这两管 原本是肩炮的中间 这是一个比较去 难理解的啊 其他的话呢 就腿缩短 就是非常简单的啊 那星星的可动的话呢 就头部 我先看一下头雕好了 这个 这个 嘴巴 就可以 微微张开 一点点 一点点的角度 但是这个张开之后 这个就有一点点 不一样的表情的感觉了 不一样的表情的感觉 手臂的可动啊 什么的 跟刚刚是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 拳头是可以转动的 那么呢 呃 在这个形态下呢 给各位说一下好了 嗯 说明书的话 应该是我记得说明书 是把这个部件呢 是要拔掉 往下面 移动一格 我们试一下啊 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这块部件 就是这样子 这块部件可以拔下来 它原本的话呢 是这样子 它是两个凸对两个凹 它本来是 上面扣上面 这样它把它往下面 移一格 这样扣下来 等一下啊 这块部件掉下去了 说想要把它移镜到底 排完了 对不对 嗨 这样子 那它的话呢 就是说把它给扣下来 变成说是直接 上面这个凸呢 就不要用了 把它整个往下移一格 呃 理论上应该不会是这样子的 应该不会是这样子的 而且它这个拳头的话呢 应该是 要转成 这个方向 好 合会应该还是对的啊 嗯 好吧 总而言之 猩猩状态下 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那这个手臂就这样 先变了也无所谓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的步骤呢 它就是要变成 是这个形象了 那我们就朝下一个步骤吧 就把它变形成一个 飞机的一个状态好了 飞机的话 一样先把这个部件 给打开 然后呢 将 这个 拆开之后 将它整个往下面 本来是这样子扣的 现在往下移一个 变成这样 好 如此这般 OK 手臂的话呢 就暂时到这了 那变形成飞机的情况下呢 有一个是你必须做的 必须要腰部旋转180度 再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足部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凸 这个腿要扣进 下面这个洞 腿部的话呢 就是整个先把它给打平一点 然后收上来的时候呢 要收的更加的一个确定 它是 整个扣进去 这样 这个时候腿部的话呢 因为已经变形成飞机的一个形态 它就不需要可动了 不需要可动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尽量的把它给一切都给它推到底了 推到底之后就没有可动了 然后两腿中间是有一个小小结合卡扣的 这里 好扣上 然后两侧一起把它往上面顶到底 然后呢再把这个部件给扣下来 扣到 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进去 这里哦 这里 好 那这个飞机的状态下呢 我们要把这个脚掌 这一块部分 它会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尾翼的部分 要把它给转到上方来 这个部分呢 也是不难理解啊 不难理解 这个 好 那脚掌的话就尽量的把它给往上面贴合 那比较可惜的就是呢 它的这个 呃 两腿这个地方 它是没有结合的卡扣了 就是 完全是摆在后面而已 那下半身 足部的话呢 已经算是变形完了 那上半身的变形是怎么样呢 先把这个部分 给解开 胸口 跟这个后面这个部件先给解开来 我们要呢 再一次的呢 将这个 金刚的头呢 给缩回去 这个时候把它打开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先把腹部的这一块部件 好 这个卡扣要松开了哦 这里 松开 松开之后 松开之后 把它整个拿起来 这个呢 这个原本人形的这个头啊 头 人形的头 给翻到 前面 然后 翻转180度 那这里的话是有一块凸 这块部件把它给翻出来 头的话呢 是做一个 这样子一个翻折就可以了 再来 我们把这个星星的头部呢 给缩回去 给缩回去 好 再一次的呢 将 星星的头 给缩回内部去啊 整个就把它完全隐藏起来了 再来呢 把胸口的这块部件 胸口的这块部件 直接从这个地方挑上来 好 直接越过头部 翻上来 那以及前方有尖端 还有一个小小的一块 小小一块 图在这里 记得 把它给翻出来 好的 这个整个部件呢 完全的把它给打上来 打到正上方来 好 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个洞 它就要扣什么呢 扣这里 原本胸口 那一侧这里有个凸 移动上来 到这里 刚好呢 可以扣进去 啊 还蛮妙的啊 直接转上来就可以了 放下去 从这个地方 将它给扣进去 好 扣进去了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直接翻上来 到这里 将它给扣入 好 两侧都扣进去了 接下来的话 就像手臂了啊 手臂的话呢 在飞机状态下 是把它往下面折 然后这里一块凸 记得把它给翻上来 这里也是一样 翻上来 翅膀往侧边 往侧边 记得这个部分朝上 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 红色的有个凸 它就是要扣进这里 有个洞 一样的把它给扣进去 利用了这个地方的双动关节 就把它给扣进去了 另外一侧在这里 就正好扣进去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 有一块凸 把手臂的话呢 给转到这一侧 就唯一轴部可以转到这一侧 你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小小的凹槽 这个凹槽 就是要卡这里 把它给扣进去 这样子 整个都扣进去了 没有办法扣得完全稳 但是它基本上是有一个 相对应 互相之间的话 有一个 去挨在一块 至少两个是一起动的 好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个飞机形态 但是还没有 还没有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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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因为它还有这个 这个起落架是可以放下来的 这里 好 那它的还有这两块部件 好 对不对 这两个 武器 它基本上是可以完全收纳的 那它的话 我们先扣这一块好了 这里 这里有个凸 凸的这个部件呢 就是要朝 下 这里有个缺口 在这里 将它给 扣下去 好 蛮妙的 基本上是完美的收纳在这里 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 把它 这个部件 看到没有 这里 有个凸 扣进这里 有个洞 让它给扣进去 那这个 轮胎 完全不影响到 完全不影响到 这个的话 就它的一个 飞机的形态 这个飞机的形态下呢 这个 什么东西 那一块 那一块手掌的部件怎么又 又又又又掉了啊 奇怪我是不是装错手啊 它是不是左右手有分 应该 应该是不分啊 应该是不分才对 好 我们再次的把它给装回去好了 好 已经喷剑两次了 嗯 好 OK 没有问题 是这样子 那哎 我刚讲到哪了 呃 呃 我刚说到哪里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 这个它的底盘 那武器啊 什么是完美收纳 啊 特别是这个 还不妨碍轮胎 这一点 我个人觉得是有加分的 那滚动性的话呢 有啦 有一个滚动性 还是有 但是因为我这个桌子是比较滑一点 我这个桌子是比较滑一点 基本上就 各位你知道就可以了 飞机的形态 呃 怎么说呢 神火金刚王它本来的一个四变形态就 互相之间是有一些比较牵强的 所以 铁工厂的变形本来就送的嘛 刚好呢 是 可以覆盖到这个技术水平啊 可以覆盖到这个水准就就就就这么有回事吧 哦 我刚讲到这个了 这两片 在新兴状态下 去固定住腰部的这两片 再变成飞机的时候刚好翻上来 从正上方来看就会刚好是两个 好像延伸出了这两片小吃吧 算是它的一个小小的 我可以歪打正着的一个小亮点吧 那接下来的最后的话 我们就把它变形成一个路上坦克的一个形态了 路上坦克的形态呢 首先把这个 这个兵器给拿下来 这个部件 给拿下来 肚子这一块呢也拿下来 那还有呢 这一块部件呢 也要拿下来了 这一块部件 从一开始变成星星形态下呢 我们把它装上去的这个部件 把它给拿下来 好 那我们的话呢 先将这个 这个兵器啊 我们先把它给组合回去好了啊 必须先把它给组合回去 它的一个组合的话呢 这个 我想一下这个组合方式 组合的形态是怎么回事 呃 我想啊 这个地方 这里都是彼此都有图跟到的一个结合的 我今天这灯的位置应该是摆的不太对啊 从侧边打来 结果变成说正前方的话就好像看不太到灯啊 这里 扣上 图跟拿在这里 扣上去 好 这个大枪啊 在这个时候就先把它给组合完成 再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星星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下半身是不用动了 下半身只要转这里 这边 你就记得坦克的时候呢 后面不需要这个垂直尾翼 就把它给翻下来 它这样就可以了 后面 算OK了 那上半身的话呢 是先把这个地方给解开 先把这个地方给解开 然后呢 这个 翅膀的部分呢 给松开啊 跟这个手肘的这个 结合的这个位置呢 给松开来 那因为变成坦克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手呢 变成是要往前面伸了哦 变成是往前面伸 到时候手臂的话 然后这块部件 这块部件 扑 就不要了 这个时候就把它给推下去 手 待会手臂是这样往前面放 那么呢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 这块凸 给往下 翻进来 那这个手臂往前面放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部件再往下面戳下来 往下面戳下来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啊 一样 蓝色的洞 在这 红色的凸在这里 那等于是说这个飞机的 这个头部的话呢 只有把这个尖头给缩进去而已 而其他的话呢 是没有变 只是动手臂而已 将这个星星的手臂呢 给往前面放 这里也是一样的 到这里之后呢 将整个手臂往下 戳下来 到后面 跟蓝色部件呢 做一个结合 这个的话呢 因为我是拿在镜头前面变啊 其实如果你实际上 在 胸前把弯的话呢 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啊 变形起来可以就是非常快速的 这里 好 扣上了 那这两个部件的话呢 就推上去 手臂的话呢 给完全的打平 打正 这个地方 好 扣上 嗯 嗯 好 那这个轮胎的话呢 一样 就放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那这个 翅膀是往后放 到这边 翅膀可以稍微往上面斜一点点 这个呢 它的一个星星的 呃 不对 坦克星在这边就是 基本上是一个趴下的一个形象啊 趴下的一个形象 那最后这个大枪 完全组合起来的情况下 再把它给插到背后这个洞 哎 不对 应该是 前面这里 对 还是扣前面这个 这样子 然后往下面 后面斜一个角度 这个是我 如果推测没有错的话 它应该是这样子变的 没错啊 这边 好 可以有滚动性哦 这个轮胎的话呢 你把它完全面往前面 完全推到底 它完全不会影响它那个可动 因为它跟后面的轮胎的高度呢 原则上是一样的 那后方这个 爪形啊什么的 就调整一下 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一次 跟大家一同分享了这个铁工厂的一个 Primal Commander 那 变形的话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特别去抢技什么的 原则上就是 就结果卡不过来扣去了 废话嘛 那 过去以往的话 就是说 大家都说铁工厂的变形啊 就是比较敷衍潦草 了事什么的 那以这一款来讲的话呢 它的一个 因为本身呢 就是 神火金刚王它本身的四变形态就是稍微都有一点点 那么样的一点点小小牵牆吧 那以田工厂的一个 变形风格来说呢 要覆盖这么一点难度好像是刚好是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会觉得这一款的这个 生活情况我个人是强烈强烈的推荐 身上也没有比较细小的部件 那关节的紧实度也蛮恰到好处的 但是零件数就是真的是蛮多 在变形的时候有一些推移的 然后又稍微小一点点 然后又是可能推这边的时候 另外一边会滑掉 整个来讲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地方啊 没有办法扣紧 可能是它整个变形把握的时候 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啊 其他的话呢 真的问题都不算大 武器的话呢 不管是哪一个形态下呢 都能够完美的去做一个收纳结合的 所以呢 我加上体型又蛮小的啊 那这款的话我个人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推荐以田工厂系列的玩具来说 啊这个的一个完成度 各方面的表现来说呢 涂装啊这金属配色啊什么的 都是非常非常高分数的 个人呢是属于比较 而不对不是比较 是非常推荐的一款 那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各位家伙计的呢 各位家伙计的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